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阿里爸爸的今天講座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和客戶經理 我叫Halina 是多指教 今天很感謝大家抽空來到這個講座 今天我們的講座會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 首先是由我說一下我們阿里爸爸的平台 一些運作 讓大家了解一下平台的一些數據 第二部分是我們的Raymond 就是我們做了十多年的商家 一些分享 透過平台如何學問生意 如何操作 第三部分是Rachel 她會分享如何使用電箱 或者小技巧去做一些推廣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這裡的客戶經理 已經做了一段時間了 在我說過其他事前 也想問一下大家 先玩一些小遊戲 大家在我們來之前有沒有了解過 我們平台是做什麼的? 有沒有人回答我們是做出口、入口、批發、零食 有沒有人回答呢? 電商 有些平台 說一說 其實我們這裡 你應該有看過我們的… 除了我們在阿里爸爸之外 看過我們 可能有看過不同的平台 包括有拉沙達 或者是天貓、淘寶這些 而我們在阿里爸爸.com 其實我們主要是做出口的 都是做B2B、批發為主的 你們經常會用到的 可能是淘寶、天貓這些 主要是做零售這邊的 如果批發又是做國內的 就針對會是1688 今天我們主要會說回我們這邊平台 是在阿里爸爸.com 是的 好 我給大家一些數字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平台 其實是覆蓋了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你平均每一天的詢問 就是順盤 可能有客人問你 大概有50萬的順盤 另外如果我們一些活躍的買家 其實大概有4700萬 而且成交金大概有1000個億 是的 而買家分層 買家分層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在我們平台 其實基本上會遇到什麼類型的買家呢 我也想問問大家 在在座有沒有哪些是做貿易的 即是是貿易者 可以舉舉手給我看看 好 也有的 如果是自己的廠呢 自己的廠 也有的 如果是有沒有自己做品牌 可能是自己的品牌 或者代理的品牌 也有的 是 其實我們阿里巴巴裡面的商家 主要都是分剛才所謂的這三大類 第一就是做貿易、做貿易 第二就是可能自己有廠 或者國內有廠 第三就是自己做品牌 自己品牌或者代理自己的品牌回來做 而買家 我們也會看到有四個主要的買家類型 第一類就是我們叫做電商零售商 其實它會是一些什麼呢 可能會是一些個人 或者是可能我是一個美國的 我是開網店的 或者我在美國在找一些貨 對,我是想在阿里巴巴拿貨 然後再零售模式賣出去的一些商家 它就會編號上 它會有三個特點 第一就是它們有需要 會多一點是輕訂製 輕訂製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可能我想跟你 要訂製我們一個標誌 或者可能我需要你幫我訂製 我們的包裝 第二就是低MOQ 通常它們這類型的買家 他們不會一來就跟你 拿大商貨 可能會跟你拿10件、20件、100件、200件 這類型的比較少MOQ的買家 第三就是它會比較喜好新產品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這類型的買家 它們主要是跟著那個 trend走 可能最近我是流行Y2K的 可能是黑超、牛仔灰 可能它就會針對一些新型的產品 去問你拿貨 所以如果你說 其實你是可以跟著潮流去的 或者可以做到低MOQ 其實這類型的買家 就是你們會針對更多的買家 第二類就是批發商貨易商 這類型會比較多拿一些 大一點的MOQ 而它可能會看一些性價比產品 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它本身很熟悉這個行程 它會知道 我可能想了解多一些 你們產品的一些背後的數據 或者是裡面有什麼QC 有沒有QC 有沒有什麼後售的服務 或者是一個品牌商 第三就是品牌商 品牌商當然是 它會在上面上載一個分銷商 做一個分銷商 想找一些貨品 可能更多是做品牌 或是代理品牌的買家 第四就是企業取求 這些就是我們稱為大B 它可能會是一個… 它可能拿貨 就是針對大多貨 拿很多大量的貨 而它比較著重就是產品的質素 以及賣家的一些售後服務 對 好,那一點數據上 讓大家了解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在6月的時候 零售其實跌了9.7% 但是呢 我們其實做出口來說 其實是按連上升7.6% 以及3.7%的 所以其實意思就是說 現在香港還有一個空間 是可以做出口 還有做批發的 好,接下來就會說一下 其實大家進來的平台 大約會看到什麼 或者怎樣去賣 以買家的角度去看 其實怎樣去找到你們 首先呢 其實進入我們這個版面 基本上大部分買家 都會是搜尋的鍵詞 去找你們的產品 第二就是可能在搜尋 全種類型 去找一個旅目 但是基本上 八、九成都是在找鍵詞的 進入鍵詞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裡 就是你進去看到的版面 我們其實會有幾個廣告位的 幾個廣告位 包括什麼呢 就會有我們的問頂 問頂就是像一盤 是的 這個位置你買了 就是每一版的每個頭位 都是你們的 就像你們買了地鐵網 我去哪裡都看到你們的廣告一樣 第二個位置 就會是我們的頂尖位 就會出現在第一版的第一位 是的 其實這些位置都是固定的流量 而第三就是一個叫做P4P通車 簡單來說 大家有聽過P4P通車這些廣告嗎 有聽過嗎 簡單來說就是按點擊收費 點進去才會扣錢的廣告位 而這三個位置 其實就是給大家一個固定的流量 一個曝光 是的 裡面進去就會看到你們的產品 你們的店舖 如果我點進去產品之後 大家應該也有買過淘寶 那些應該也有看過 買東西 其實裡面的版面也會看到什麼呢 第一就是首先你會看到你們公司的名字 這個公司是你們的名字 而下面你會可以展示到 就是你們產品的圖片 是的 旁邊的右邊也會看到 其實這些很穩定的自己去設定的 例如售價 或者有什麼顏色 什麼時候出貨 這些有什麼販購物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後台自己去設定的 是的 再下一點了 我們整個版面 你會看到很詳細你們產品的描述 是的 而描述包括通常會放些什麼呢 就是你們可能產品圖片之餘 的一些可能公司資料 你們包含會怎樣包含呢 出口可以接受什麼呢 批准接受什麼呢 或者國內有沒有廠 有沒有一些照片 有沒有參加過展 有沒有搜尋 這些 所有其實可以凸顯到你們公司 或者你們產品的一些優勢的資料 全部都可以放在這裡 是的 好 進去之後 其實我們每一個商家 我們都會配一個我們的黃店給大家 一個店舖 是的 店舖裡面其實你除了可以顯示公司的名字之外 其實主要就是展示公司的實力 包括你們好像剛才所說的 你們會不會有什麼參展 或者有沒有獲得過什麼獎 或者你們公司在哪裡 說有什麼拿手的東西 就可以全部丟在你們的網站上面 而這個網站 其實你可以當自己一個官網也可以 是的 就是我們Ibaba的一個更多的東西 可以給你一個店舖 好 好 以上那些其實就是很普通的 大家可能有玩過電商的 或者聽過都知道 其實就是上載產品上去 有店舖 然後有資料 讓客人去找你 而我們Ibaba是多一件事 我們有一件事叫做主動出擊 那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一個平台 就叫做RFQ 它中文就叫做採購直達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平時 剛才的就是上載產品 然後做好廣告 搞定所有的東西 讓客人找我 而這個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在我們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上搜尋你們的產品 的鍵詞 而下面你就會搜尋完之後 下面就會看到一些 正在找到這類型的產品 的一些可能性的買家 是買家 正如假設這個人 Adrian 他就是十四個小時前 他就在找這個包裝箱 這個產品 那你就可以搜尋一下 裡面的RFQ這個平台上 有沒有一些 可能跟你可以做的產品 是類同的呢 那如果有了 你就可以按這個立即報價 那其實形容就是你可以立即 將你有的產品 可以立即報價給那個買家 這個就是一個主動出擊的做法 不用等客人找來 你主動去找一些買家 去做報價的 好 那我再說一說 我們平台有些什麼特色 那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 你應該聽過淘寶 有雙手日 來近雙手日 而我們平台也會有兩個特別的字 一個就是三月的新謀節 一個就是九月的新謀節 九月就剛剛過了 接下來就三月了 那你就知道 其實我三月和九月 平台上的流量 應該是最高的 另外我們平台阿里巴巴 也有我們自己的信用保障 簡稱信保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平台已經可以接受線上交易 大家可以在線上和買家 甚至大更加的 也可以透過線上去做交易 而我們阿里巴巴就好像 做過中間的角色去確保 你那邊又收錢出貨 那邊又可以收到貨 這樣 對 好 第三 就是我們平台自己都會有 我們叫阿里物流 對 因為有些 大家聽過有些電商 可能需要你 我要摘貨 然後在海外有一個貨物 才能出貨 這樣 我們平台就是 其實選擇了所有東西 你們直接可以在後台 我們會有些毛板 物流毛板 可能大家就填上 那個貨物 大小 長闊高 多重 然後哪裡去哪裡 其實就會提供到一系列的運費價錢 就可以直接報價 對了 那我們變成了一個比較簡單的 一個物流的操作 好 那第四件事 就是大家都很著重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開平台可能資金要多少 或者是否有甚麼可以政府幫助呢 其實我們政府就會有一個資助 叫做EMF 大家有沒有聽過EMF這件事 有沒有人聽過 有聽過 對 有沒有人申請過EMF 就沒有 好的 其實EMF是比較一個政府 中小企的一個資助 它最高其實是有100萬的 而它的申請做法就是 就是幫你在平台上的洗費、消費 甚至是廣告或平台費 就實力實施去提供一半 這樣詳細 大家之後都可以問你後戶經理 他可能要加甚麼文件 如何提供 好 最後一件事就是 好 回到開店的時候 其實簡不簡單 藍不藍風 那時候要做些甚麼呢 其實第一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 你們需要有一個香港住世界公司 就是你們要有一個BR 對 因為我們如果在香港進住 是必須用香港公司去做進住的 其實我們一開始 我們做文件審Piper 有沒有BR、NAR等資料 之後 批准之後 就會去到一個認證的流程 包括一些實地認證 以及綁定銀行的類型 之後 好,完成了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開始上產品 還有開店公司資料 而我們這邊 其實平台也會有一些新手班 去教大家如何上產品 廣告如何上產品 都會有教的 對 好,完成了這些東西 其實你已經可以在最後一步 可以設定時間開店 所以你說其實是否負責難不難 我有客人 其實是可能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已經可以完成整件事 兩個星期內可以開店 也可以 對 至於費用等等 都是問回我們客戶經理 到時候去做一個報價給大家 對 好 好,到這個時候 我這一節就結束了 我會多留一點時間 給我們下一位的講師 Samuel和Rachel Samuel 他會多說一些 關於平台上的電商 如何找商業 如何操作 我們有請Samuel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簡心顯Samuel 我是動感科技公司的創辦人 我今天會講解如何透過阿里數據 可以同時之間做到B2B和B2C的生意 令到你做批發生意的時候 同時做B2C 令到你的利潤可以配增 我們公司是動感科技 我們在2011年成立 現在就做了13年 但是我們在2013年 即是開了公司年紀的時候 已經加入了阿里巴巴 所以我就有12年操作跨境電商 就是B2B的經驗 以及在2020年 就參加了阿里巴巴跨境電商 大人賽 就拿了Top10的名次 在疫情之前 2018年尾 我就開始做跨境電商的獨立站 就是一個歐洲獨立站 也營運到現在 也有五年的經驗 近年就在做一些開拓軟件 令到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自己的電商佈局 以及可以很快地建出大家的電商佈局 通常人們第一個問題就是問我 如何入行 為何會跑來做電商 講一講一些背景 即是很小的時候 已經灌輸公子不出頭 就要學做生意 但家人又不是做生意 就開始向網上賣東西 試試去拿一些做生意的經驗 當時只有論壇 就發現有些人在網上發佈一些電子產品出來 當時就有些Mac機 有些印刷 後來就發現 一些大學生的計劃 就買了一些Mac機 以及印刷 就可以放上論壇賣 有些人會專門去收這些電子產品 就開始找到一些電子產品有差價 也在大學的時候 加入了一個eBay的跨境 即是也是賣東西的比賽 也認識了eBay 如何在香港買東西 接著賣去外國 當時也是買了一些手提電話 那時候就是賣去中東 以色列等國家 有些國家你都未聽過 後來也反過來認識了eBay 在美國採購一些電子產品 回到香港買 那時候就是一個iPhone第一代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只有加拿大和美國才有 買回來 然後解鎖那部機 接著去安裝一些東西 然後放上信論壇賣 也學會了怎樣網上去找貨 以及去賣貨 也試過特地飛去美國 排隊買iPad 最過一個很瘋的東西 以及炒iPhone 就賺到第一筆錢 後來最重要就是發現了 原來在外國、美國的時候 原來電子產品有很多很出名的電子產品 但在香港其實是沒有人賣的 在門市裡面沒有的 我們當時放在論壇 以及放在Yahoo上面拍賣 把貨就放在那些格子店裡 那些日有人交收 就叫他去格子店裡交收 這樣開始 那時候還在讀書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有一個南海市場 電子產品沒有人做 也有差價 但是是出名的 他的技術是有領先的 我們開始就畢業之後 就開始在一間公司 就在一個油麻地的地方 一個很小的地方 開始做一個動感科技公司 那我們開始就做一些批發生意 就批下去一個黃金 旺角電腦中心 灣仔電腦 整個地方 可以做批發生意 之後我們就開始做一些B2C 開始做香港書展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產品 是一個Kindle的電子書 我們都放了11年的書展 所以累積了一些B2C的經驗 到2013年就開始做阿里巴巴 就開始做一些跨境的貿易 即是不只是在香港賣 這樣到2014年的時候 因為一個客戶 我就開始做了美白牙齒的生意 然後發現很好做 還好做過電子產品 所以就一直向著美白牙齒的方向去發展 所以2014年就做美白牙齒 然後到2019年就做美白牙齒的獨立站 然後2020年就做了美白牙齒的自己牌子 再放回去自己的網站買的 這樣 基本上發展就是這樣 因為會貫穿我剛剛說的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賣的兩個產品 其中一個就是Kindle電子書 以及Kress的美白牙齒 在阿里巴巴平台上面 在阿里巴巴平台上面 如果賣一些品牌的產品的話 我會覺得有挺好的優勢 因為它會有一個優勢的 通常有人搜尋 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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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尺 就是第一版 而且相對人們的順判也會比較精準 不會問你很多 又要做不做標誌 MOQ 很少問這些問題 通常都是去到價格的問題 或者它能否進入口 各個國家的問題 我就分享三個阿里巴巴上面的故事 有些是慘痛的教訓 第一個就是動式的一個商機 為什麼剛才說會由電子產品 做到美白牙齒產品 就是因為一個客人 就是他是一個 替我拿開電子書的波蘭客人 他某一天就突然問我 其實有其他生意 你會不會幫我找到美白牙齒的產品 我就幫他搜尋一下 究竟我能否拿到這件貨 以及我能否擦價 後面真的讓我找到 所以我就吸收了一個經驗 就是說 其實跟客人溝通的時候 他問你那個產品你有沒有 而雖然你不是在做那一項 你都一定要去找一下這個產品 究竟你做不做得到 因為這個是一個商機 我永遠是 第二個就是一個很慘痛的教訓 就是 就是虧了錢 因為 又是一個 一個和我買開電子產品的 保加利亞的客人 他和我已經做了兩年的生意 有定期入貨 也有定期付錢 但是他是 逢生聖誕節 他就會買得特別多 因為送禮 他的數量是可以給 原本他每個月拿開的雙倍 是聖誕的時候 他第三年就告訴我 今年我不是很夠錢給 我就是給 譬如他平時賣400隻機 他這次只是給了200隻的錢 然後我就說 那你就給了400隻 希望他聖誕節可以賣到400隻 之後才賺錢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 大家之後就沒有生意做了 因為這樣就走了 所以如果是一些品牌產品 或者你利潤不足夠 可能只有10-20%利潤的產品 但是千萬不要寄貨給他 一定是收足錢之後才好寄貨 因為如果你想想 如果一個產品只有20% 譬如我買了200隻機給他 他走路 我是要買1000隻機的利潤 我才能遮蓋到那200隻機的成本 那這個也挺慘通的家訓 第三個就是 有一個客人 英國客人 買美白牙貼 收到之後就投訴 有他買了 他批給人的時候 客人投訴 就說有些奇怪的味道 他懷疑是你儲存得不好 然後就令到他變壞了 後來他就向阿里巴巴投訴 然後就再上 到他那個仲裁機制那裡 那我就覺得阿里的仲裁平台 都挺公平的 我覺得比PayPal好 因為PayPal其實是 比較喜歡購買家 阿里就叫兩方面交證據出來 我就證明了 我批過批判的 是合乎 那個 即是仍是正確的 那客人就拍了一些照片 他撕開了那個牙條 覺得 他不是很黏的 那樣 他又不是證明到 究竟有沒有變壞 還有 他說 他的怪味是什麼 那樣 那他一開始就是想要求 全部退款 全部退款不退貨 他不退回來 這樣 那當然不允許 我又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那後來他就說 想退五百元美金 那大家和解一件事 那我也不允許 五百元美金 那我就交付他二百元美金 那最後阿里做了什麼 就是阿里自己出了三百元美金 然後賠了五百元 即是三百元加二百元 賠了五百元給客人 那就叫他和解了這件事 那我覺得這件事都值得讚的 那最後就說一下我整個電商的版圖 是怎麼做的 其實也有一個我叫電商金字塔的邏輯 在那裡 那首先底層那裡 就會是一個阿里巴巴批發的生意 然後中間就會因為有阿里批發的數據 就令到我可以做一些跨境獨立站 因為我已經知道我的客人在哪一個國家 他用我這個成本去拿貨 還在他當地是有生意做的 那第三就是做一個自己的牌子 那就去放回B2C的網站 做一些上售和上售 令到你的order value 提高 和和你的客人的LTV 提高 那我覺得做跨境電商 其中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第一件事 你先簡單你的行業做 我選了美白牙齒 因為它的熱度手層是高的 而且相對它是沒有一些很大的牌子 去壟斷整個市場 尤其是在一些歐洲的國家 那第三件事 就是你要選一些消費性的產品 為什麼我覺得美白牙齒 好做一個電子產品 你買了一個電話 買了一個電子書 它是要幾年之後 它才會再買一部電子書 但是買一個美白牙齒 它可能半年 它已經要再重複購買 還有它有些相關的東西 譬如我們買開美白牙貼 它可能會買牙膏 它可能會買牙刷 它可能會買牙刷 就是會相對應 有更多的產品給它賣 另外就是跨地域整個 就是同一個產品 你可不可以目標其他地區 就是不需要改包裝 不需要改任何東西 你可以賣歐洲 你可以賣美國 你可以賣中東 你可以賣印度 然後最後兩件事 最重要的是 你要看積勢 以及要利用足夠 否則你很難做到B2C的生意 那二百元是有部分去了物流 有部分去了廣告 有部分交了稅 所以如果你利用太低 是做不到B2C的跨境電商 做跨境電商有四件事你要決定的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行業 然後你選擇什麼產品 喜歡做哪個國家 以及選擇哪個渠道去做 這些是你要考慮的 在做之前 那我就選擇了阿里巴巴這個平台 做這個批發的生意 那阿里巴巴的生意 就比較容易控制 又會覺得它的法則挺清楚 第一件事 你就要做一個全球旺舖 那剛才Helena也說了 然後第二件事 你就要刊登一百個產品 最少一百個 因為如果你沒有產品 你開了一個店 你沒有產品 你又不會沒有流量 你想想 但是很多人其實在漢登一百個產品 中間已經放棄了 其實我知道 第二件事就是回復率 開始計算你的分數 回復率 你看看我其實兩個小時 已經回應了那個客人 即是那個客人跟我發出一個雙盤 我平均兩個小時之內 已經回覆了那個客人 因為你和很多人在競爭 如果你跟那個價錢 你越早回覆它 你就越有優勢 但是之後就是你要培養到 你有這麼多個產品 裡面它會計算一些分數 那些分數 是來自你的雙盤 以及你的交易額 即是那個產品 究竟有沒有交易過 以及有沒有人想問過 就會令到你的產品的熱度提高 熱度提高 就會令到你的流量更多 越多流量 你的店舖就會更多流量 每年和阿里巴巴都會有不同的政策 譬如之前就推過一個RTS的現貨小額交易的模式 那如果你有這個 有開放這個功能的話 那它也會有一些額外的流量 之後它又推過 你要增加影片 以前沒有影片 那希望多些人增加影片 就會有一些額外的流量 那又開始直播 到現在呢 它就很重視這個交易額度 因為它就想把那個賣家和那個賣家的實力匹配 那它想把所有我們交易的東西都放上去 它的平台上交易 那其實我自己就沒有 很多都沒有放上去 因為有很多是一些老的客戶 那它習慣了就這樣給你 就沒有 通常做舊了 而且金額大 就不會放上去 因為它會收你一個 好像1%的費用 那這是它的政策 因為它如果那個交易額度越高 它那個相對應的升等級都會越高 升等級越高 就是你那個分到的流量就會越高 所以都是說流量 那這個就是我們公司的全球旺舖 那看看大概的樣子 第二就是 開始說一些數據 因為通常有人問我 你開了一個店舖 其實有多少生意 那這樣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你的數據的 overview 就是我公司這個網站 一個月就有四萬多個曝光 那有四千多個人進來 最後有六十九個人問過 那六十九個人 可能通常大概只有兩三個人 最後成交了 大概是這樣 但是你的客戶不斷累積 每個月多兩三個 其實你 即是可以踏石仔 一年就很多個 其實做了十幾年 可能有幾百個 那之後我就想說關於選品的事情 因為其實做電商選品 其實是最重要的 選品和引流是最重要的 我會覺得 那有三個方法去找熱門的產品 第一兩項就是 剛才說那個 他講過RFQ的事情 平台就會知道 究竟有多少 哪個產品 是那些人問得最多的 那他就會告訴你 第二就是 在一些CDN 比如Amazon那些平台 找一些熱門的產品 第三就是剛才說的那個例子 就是你跟客戶 然後客戶員和買家溝通的時候 他反過來告訴你 他想找些什麼 第一 剛才就說 RFQ 他就會有一個叫行業定向精品的 因為我做美白牙齒 他就會告訴我 美白牙齒原來有這樣的爆款 你沒有做的 你快點去刊登 你的商店那裡 這是第一個 你會知道你的行業裡面 有什麼可以買的產品 第二 暫外選品 就是 例如Amazon也是一個好的參考 其實他會告訴你 那些產品每個月賣多少錢 買多少個 譬如這個 第一個 Crest G 美白牙齒 他一個月賣10萬個 第二個 不知道什麼牌子 都是美白牙齒 他賣6萬個 如此類推 那我就可以做這個 做一個例子 這個產品 他賣 總共賣了80K 即是8萬個 但是過往一個月 他賣了10萬個 10萬個 其實很誇張 10萬個 再看看他的價錢 他賣19.90 20元美金 但是在1688 你用圖片搜尋 你會找到他的貨源在哪裡 他是賣12元人民幣 即是十倍的差價 而且他在阿里巴巴的平台上 顯示到 他是一個 它是一個爆品 即是 在供應者方面 都很多人在搜尋 想去找貨源 在B2C 供應者方面 都很多人在供應這個產品 所以在阿里巴巴的平台 剛才說了暫礙 現在說回阿里巴巴平台上 有什麼工具 可以幫你選品 就是有一個產品 市場參謀 和流量參謀 都有些關係 第一件事就是市場參謀 他會告訴你 你的行業裡 哪些國家 近來有熱門的產品 有些像剛才的東西 他會推介給你聽 有什麼產品 熱度很高 譬如我們是美白牙齒產品 你會看到 美白牙貼 這個就是 他的需求很高 80多的因素 但是他供給的指數 只有30多 即是 只有50%的需求 而他的轉化機率 都是高的 1.1% 即是 人們詢問了 有多少個% 他可以轉化到做交易 這個在說 所以你就要逐個自己去看看 究竟你 你拿貨有沒有優勢 即是現在他告訴你 惡國市場很需要 而且很少供應 那你就自己去找找 你拿貨 在這個平台上 競爭有沒有優勢 再按進去 剛才美白牙貼那裡 即是我按進去第一個那裡 就會看到有一個叫 品類分析 還會看到 譬如我剛才美白牙貼的產品 大概平均的價錢 是兩至三元美金 以及在哪些國家 最多人買美白牙貼的產品 現在就是美國 英國 以及法國 就是頭三個國家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數據 就是哪些國家熱門 以及究竟有什麼產品 第二 接著就有一個叫流量參謀 這個也挺有趣的 我覺得 有個人在我的網站 看完我的電子產品 然後走出另一間店 我也知道他去了哪一間店 即是他會給另一間公司 又是賣另一間產品給你 然後叫你快點去聯絡他 因為他已經去訪問了別人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覺得 最後 這個對於我來說最有用的 就是發展到最後的獨立站 就會統計了你過往交易的客人 最多來自哪些國家 譬如我最多是來自 成交了 即是真的跟我做過生意的客人 最多是來自英國 接著第二是澳洲 第三是愛爾蘭 那我就會去研究一下 究竟我在這三個國家 當地做一個跨境獨立站 又會優勢 所以就發展到一石二鳥 現在我就是做同一個產品 我再在一個B2C的市場 再做一次 令到可以一個產品賺兩邊的錢 你想想 如果你B2B都賺錢 你做B2C是否更加賺錢 所以我們就衍生到第二個 就是做一個歐洲獨立站 再令到它自動化營運 即是我不需要每天操作它 全部都是自動可以做 自動出貨等等 這個就是我們在歐洲美白牙齒的網站 你會看到那個風格比較外國 而且會比較專業的感覺 在歐洲獨立站 做歐洲有多麻煩 因為它牽涉到很多法例 稅務等等 譬如你可能要交VAT 即你定價的時候 你已經預計了有20% 是要交給那邊的稅務局 那你做物流的時候 你又要考慮你是不是要包含稅 因為我們有試過不包含稅 你去到那邊 然後就會停留在海關 如果對方先交了資料 或者先交了錢 然後才會再去下一步 但往往客人經常都說 我收不到訊息 又收不到電郵 最後沒有交錢 然後那件貨就固定了 又退不回來 所以我現在最後是用一個海外倉 加DDP的形式去處理了這件事 即是那些貨物已經在當地 然後就直接在當地發給客人 還有你做跨境歐洲的時候 你要註冊稅號 要有VAT的稅號 即交稅 EORI就是入口用的 即清關用的 IOSS 如果那些貨物不在當地發 你在香港發去外地 也是交稅的一個稅號 那你做這些之前 全部都是要申請這些才做到的 另外還有一些法規要求 例如這些EPR和GPSR 都是一些歐洲才有的政策 所以相比起做美國 歐洲是比較麻煩的 他比較多 牽涉多個國家 稅務和一些法規要求 但我做了這麼久 我就懂得到一點點 就是 那些歐洲人很注重那些退貨的政策 即如果你做歐洲 你要有一個好的回貨政策 即可能是7天或者14天 他有什麼他可以回貨回來 他可以拿回100%的錢 這個很多網站都有 在歐洲 所以你不可能沒有 第二件事就是送貨時間 我本身一開始的貨在香港寄去歐洲 疫情之前 大概是 可能10天至14天 就可以去到歐洲 香港出 我覺得好像可以 10天也不是很久 一個星期左右 但是我們發現 客人是不斷投訴的 即10天至14天 他也是投訴的 那麼 要控制在大概5天之內 那些人才沒有什麼投訴 所以我們才會搬了一些貨 不是在香港發貨 在海外倉直接發貨 因為如果你做開 跨境電商 很多人的貨在內地的話 他會在內地的補充中心 直接發貨 即是發貨去歐洲 那就會有很多 剛才那些問題 就是剛才說 如果有做在 AliExpress 很多人都在這個模式 但是 那些人在 AliExpress 他可能期望他就是14天 但是你去一個本地的網站 那些人就期望你是幾天之內要到 那第三個就是 一個信任夥伴的平台 是一個第三方寫評論的平台 那些歐洲人就很相信這件事 因為你一個獨立站 你不是大平台 那我為什麼相信你呢 那些人就會在這裡搜尋一下 有沒有一些真實的評論 有多少個星星 那如果做一個信任夥伴做得好 就有很多自然的流量 那剛才說過有海外倉 那我們現在就在 愛爾蘭、英國和荷蘭有三個倉 荷蘭就是用來補充我 在歐洲這邊的 這麼多個國家的生意 那樣 英國就是因為脫了歐 所以他又要自己有一個 他自己獨立的VAT 獨立的稅號 所以他又有一個 他在愛爾蘭 因為他又和歐洲分開了 那所以他又是其中一個 剛才有三個國家是最頂級的 那也是其中是愛爾蘭 所以我當然那裡也設定了一個倉 那如果是英國去英國的話 兩天到 愛爾蘭去愛爾蘭兩天到 歐洲、荷蘭去這麼多個國家 最遠去到西班牙五天到 那如果你做一個歐洲獨立站 有幾樣東西可以做本地化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 那個獨立也很影響你那個 自然的流行 譬如我做英國會做一個Docco.uk 做德國、西班牙 那我會獨立也有一個 因為你有當地的獨立 你在Google的排名才能在那裡出現到 因為Doccom是排後一點的 第二樣就是語言本地化 就是我會全部翻譯了 因為你已經有一個獨立的網站 還有當地的語言 第三就是客人服務 我全部都會注入一個當地的WhatsApp 那些人就會對你的信任度提高 你想想如果你是一個香港人 你看到一個大陸號碼 是做客人服務 你會有一個格幕 最後有一個挺有趣的 就是在Google Ads上面 我在Google買廣告 會做引流的 你會看到同類型 你在賣的產品的人 那些人的競爭者是誰 你都會知道 即是有他的銀行在那裡 知道大家都在賣的東西 那我會逐個訪問他 他有沒有在賣我的產品 為什麼他會跟我競爭 跟同類型的關鍵 然後我就會發現 原來這些人也在賣我這個產品 有些可能是我的客人 因為他也是在賣我的產品 我是批發商 我會反過來 有些沒有賣的 我在阿里巴巴再接近他 我有這個產品 我賣這個價錢 我賣這個價錢 有些人有沒有興趣 那也是一個找生意的方法 最後就是一個自家品牌 我已經有一個B2C的網站 我就希望令到那些人 除了買美白牙齒產 美白牙貼的時候 再買其他牙膏、牙刷 其他這樣的東西 就開始發展了一個自己牌子 自己牌子的東西 就可以賣貴10倍了 就像剛才那樣 10元的東西 就是賣一百多元 那要做得好的話 你在平台上 裡面有少許多數據 的話 反過來別人問你 拿你這個產品的東西來賣 就是 你自家品牌 放回阿里巴巴 就會做到批發的生意 所以 都是一環求一環有關係 我們就去做一些牙刷 例如清潔利的產品 或者是一些LED 令到美白牙齒的時候 效果提升的 雙關應產品 目的就是為了提高 他買美白牙貼的時候 順便買這些 還要提高他的單單的價值 反正他也在買一張單單 我的運費也是一樣的 為什麼他不可以買多幾個呢 所以在網站的設計 我們都會放到 例如add to card 我們會加上一些相對應的產品 就讓他可以方便一些 他不用再卡到另一個項目 跳到另一個項目 才可以加到產品 如果他沒有按到的 按了add to card 再彈出一張單單單 就叫他再看看 這些產品有沒有興趣 例如你買牙膏 你可以買牙膏 你可以買一個 先說一個accelerator 最後就是講到一個 自動化營運 怎樣令到事情 不需要人手操作 每天只做收單 貨都幫你出賣 第一件事就是講 其實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 自動化 譬如在獨立站 我會自己收單 然後那張單 就會自動去到 補充中心 補充中心 就會自己出貨 出貨之後 就會有一個調查 調查 調查就會自動 API對接了 AfterShip AfterShip 是一個平台 幫你追蹤 輸入的性質 它有一個 輸入的性質 就會送電郵給客人 客人就會知道 那個件的狀況是怎樣 第二就是 稅務 怎樣計算 獨立站 也可以幫你自動分開 哪一個國家做了多少錢的生意 計算不同國家的VT 因為歐洲每個國家都不一樣 有些是20 有些是21 有些是23 又不用人手計 你可以全部用系統幫你計算 另外收錢 我會有用Air Wallet 和有用Stripe 如果Air Wallet 收錢的話 它會保持是英鎊和歐羅 我會再用 一個叫做Ebri 的平台 可以做一些FX的交易 我會預約定 可能三個月 接著我會把價錢關掉 總之你一直收錢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那個價錢 去賣走我的歐羅和英鎊 因為如果你高的時候 你就關掉價錢 可以令你FX上再做得極致一些 因為Stripe其實相對貴 所以我才用了Air Wallet Air Wallet 才可以保持英鎊和歐羅 Stripe 一定要你轉成美元 或者港位 那些交易失敗又沒有了1.5 接著這個 客戶服務也挺有趣 我們現在有WhatsApp 有歐羅 其實你可以外判給一些 菲律賓的人做 可能是三千元到一個月 他就可以懂英文幫你處理一些問題 以前可能我要請一個 真的有客戶服務 背景的人去做 現在有檢查GPT之後 解決了很多問題 即是他又說話又有禮貌 他又專業 有些我想不到怎樣解決的問題 他幫你提出怎樣解決 其實是非常之好用的 最後 例如API對接 以及一些設計網站 網站維修 你可以找Fiverr的平台 即是一些獨立的平台 你也可以外判你的工作去做 那真的在家做的事 基本上我是做市場的 即是Google廣告 Edm 我會保持自己在家做的 因為沒有人讓你更加了解你的生意 而且你在銷了很多錢做廣告 你其實差一點點就已經浪費了很多錢了 我可以這麼說 這是營業層面的自動化 第二就是管理上的自動化 在獨立站那裡 即是那三個平台 我們就會自動刪成了一個 訂單去到一個WMS系統 那WMS系統就會懂得扣貨 即扣回海外倉電貨 因為我也要跟海外倉之間對數是否正確的 它先在WMS扣了一個倉存 再同時申請一個訂單 在WMS上 接著 WMS再申請一個訂單 在ZERO的會計系統 就會令到整個 一有單在下來的時候 我會直接去到會計那裡 ZERO也連接了銀行的Bank Feed 那你的會計就只做了Bank Rack 這樣便能對付所有的東西 這是管理上的自動化 好 這樣 我剛才說 我們正在做一個叫做Liverbird的公司 叫做雲圖鳥的公司 就是 希望做一個工具出來 可以透過圖像或Diagram 像剛才那樣的形式 去幫你管理 不是幫你佈局電商 可以這樣說 再在每一個瀚市場中 有些數據顯示到 比如我看到獨立站 是做多少錢生意的 PayMamG 收了多少 今天有多少張單 有多少個 測試是 在時間發送的 所有數據 都在一個圖表裡面 看了這麼多個 的數據 從而管理到你的電商 那這個也是一個 現在正在開發的軟件 所以歡迎大家 對這方面 有些意見的 可以給我一些啟動 那我今天就 說了這麼多 有 好 對不起 這個VChat 大家可以聯絡我 再聊天 好 謝謝大家 交給下一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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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Samuel的分享 我們下一位 邀請我們的Rachel 來分享 有請 大家好 我是Rachel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新世代大貨攻略大全 我負責說大貨的部分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說大貨的部分 我會針對大家的產品 以及如何去講解產品 以及究竟現在有什麼大貨方法 大家可以用到的 開始之前我也想問一下大家 現在你們有做一些大貨 包括直播或短片大貨的 可否舉一舉手 我知道 原來也有很多 好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來自大中華自媒體協會 是跨境電商部主席 我台前幕後 也做過很多場 不同類型的直播 不同的產品也有做 也有做一些大型的直播項目 包括美食節和珠寶展 去做一些官方的走場直播 就是去到不同的商家 坐下來 然後去介紹他們的產品 去引流回到他們的地方 對 同時我們也是一位淘寶主播 有幸成為了粉絲量和銷售額的第一名 所以有機會你們曾經在淘寶的封面 見過我 我現在生了兒子 肥了很多 可能你認不到 對 我們也有幫香港的商家 去上架他們的產品 然後去做一些之前的直播 也有代表香港的主播 去參加他們的澳門電商好密接 去推廣一些港澳的產品 好了 又說一下我們大中華自媒體協會 我們也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做過一些關於自媒體的培訓 包括貿法局 生產力出眾局 甚至乎是保協 這些都有的 這就是我們早前 早幾個月 跟生產力出眾局合辦的一些講座 我們就負責說一下 AI 和一些直播的趨勢 短視頻舉陣 這就是我在JCI 香港女青年商會 他們有一個網界風雲的啟動禮 我就做分享嘉賓 不知道大家知道這個大型的活動嗎 在星光大道 他們舉行了香港首個戶外直播比賽 我就是做他們的決賽者的培訓 以及我們大中華自媒體協會的創辦人 做他們的評判 好了 回歸正題 快速介紹完自己之後 因為時間的有限 我今天就會集中 去說一下 如何去介紹我們的產品 因為我相信在在這裡 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產品 至少有些東西想推出 以及如何輕鬆快速創造一些內容 我也想問問大家 有做直播帶貨 我剛才問過了 有做短視頻帶貨的 可否舉手 我會推出一些影片 去介紹自己的產品 有嗎 有嗎 你覺得難不難嗎 這件事 難嗎 對,難吧 通常是自己做還是找人做 那你也很厲害 可以自己做得到 我在今天這裡 我會分享一些方法 令到大家 零基礎 都可以很快速地做到 一些屬於自己的內容 好,那我進入正題了 好 那有沒有人 是覺得自己 一定不會做直播 我一定不會出鏡 這裡 有沒有 沒有 我經常講座 有很多人都告訴我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出鏡 這裡很厲害 你覺得我作為一個老闆 我是否真的要自己出鏡 或者我出鏡 究竟有沒有幫助 我們看到這個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這個 是雷軍 小米的老闆 其實他也會走出去做直播 他這樣出一出 五分鐘內 他做了十五億的生意 然後劉德華 劉德華 大家知道這場直播嗎 他去賣他們一個拆彈專家的電影戲票 他還在介紹這場直播的時候 突然間 有些人說 按不到買 買不到 然後問 是否有什麼故障 原來 在五秒內 他那二十萬的電影戲票 已經全部賣光 是五秒鐘 他後來再加票 但也在下午就賣光 劉德華還說 我什麼都不用做 我只做直播就可以了 每一天 就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所以其實直播也是一個大趨勢 無論B2C或B2B的客人 他們都會去做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一對N 你一個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情況下 是去做你的銷售 無論B2C或B2B 其實我們都需要這個平台 去介紹我們的產品 好了 那麼 我今天會說的就是 短視頻大貨 和直播大貨 大家可以拍下這張紙 因為我沒辦法詳細說 所以大家拍下記住它 這個 無論你在直播的時候也好 你在拍一些影片 去介紹的產品也好 都會用得著的 不外乎一些這樣的原則 就是我一開始介紹產品 然後產品試用 然後激發大家的共鳴 我們怎樣介紹產品 他們有一個叫FABE的方法 就是一開始說一下 我的產品的特性是怎樣 然後 它有什麼優點 然後 這些優點 可以帶給 受眾的什麼利益 可以幫助他們什麼 這個才會有感覺 然後我就要證明 證明什麼 證明什麼 譬如說 會不會有些小紅書 Facebook IG 有說過這個產品 我們就可以 去評語 就好像幫我們背書 令人覺得 這件事真的不錯 然後我們產品試用的時候 記得要在不同的角度 去展示你的產品 其實目的是什麼 就是你其實要代觀眾 去體驗這個產品 好像他感同身受 我真的自己穿上去 會怎樣 我真的在使用的時候 會怎樣 這就是我們透過一個螢光幕 去表達給觀眾看的 一件很重要的事 好了 大家都拍下了 好了 這裡也是 也是剛才說的 我首先 就是帶出一個話題 就是 有沒有一些人 有敏感皮膚 或者我拋出一些問題 去令到他們有共鳴 我這件事適合我 我是時候要去聽聽 然後第二步 我就是介紹一下 那件產品 介紹產品 我相信你們都很厲害 爭在 就是怎樣去針對客戶的需要 去介紹你們的產品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用戶評價 然後如果你有一些特價 或者等等的東西 你就可以在最後那裡說 好 接著這個 就是更加幫你們的賣點 突出的一個方法 又是可以認定它 究竟 什麼人 會用這些產品 他們在什麼場景下 會用這些產品 而會很有共鳴 不用怕 我稍後會有例子給大家 接著 這些人 他們面對的是什麼問題 我們就要知道他們的痛點 然後把我們的產品 令他們覺得 這件事真的是我需要的 最後就是 我用了你這件事 我可以得到什麼 我可以有什麼效果 這樣 好了 大家有沒有覺得熟口熟面 我剛才說 對 就是Samuel的美白牙膏 我就拿了他 來做一個例子 好了 Samuel的美白牙膏 大家覺得適合什麼人 藝人的 黃牙的 有牙黃 有咖啡 剛才說到藝人 那什麼場景的人 會用呢 需要用到美白牙膏 要出鏡 要社交的人 準備出席一些重要場合 有拍攝需要的 譬如 我之後要去一個球 但是我拍牙這樣 我怎麼看人 或者我要拍我的專業照 我要出席一些活動 那怎麼辦 這個是不是很有共鳴 是不是 然後 他面臨的問題 就是 我到時 可能我不敢露牙笑 又或者 怕別人對我的印象不好 會不會覺得 我跟別人說話這麼近距離 可以嗎 這樣 這個就很能夠引起共鳴 可以有什麼效果 白番 這個時候 我們是否需要 有一些對比圖的出現 由黃牙變成白牙 有些對比圖 被人家深那件慘病的 這就很重要了 好了 知道了剛才那些資訊之後 我們就要寫一下 直播的劇本 以及短視頻的腳本 即是劇本 覺得這件事難不難 但其實有了剛才那些 你已經容易很多了 加上 我們當然要快速達到效果 當然是教你們AI的方法 有沒有人在用AI的 AI幫自己寫東西 在使用CHATGBT 有用的舉手 除了CHATGBT 有沒有用其他 有 譬如 不方便說 這些秘密 我今天也會跟大家說 我的秘密 好嗎 這個CHATGBT 大家都知道 要用的時候 你也會有些巧合理 如何開通它 來用 我教大家 這個 大家可以拍下 這個 其實你不需要下載任何的APP 你也可以用得到 你們回去 可以慢慢嘗試一下 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首先我叫他 你幫我寫一個美白牙膏的劇本 要吸引人的 我把剛才的東西打下去 我要出席重要場合 又拍攝需要牙皇 嘟嘟嘟嘟 不敢露牙笑 又即時效果 我給他幾個點 接著 我就叫他寫個劇本 這個表就出來了 CHATGBT 他可以幫你寫到劇本 但他不會有個表 告訴你內容是什麼 你有什麼台詞 你的畫面呈現要怎樣 這個表出來之後 你是不是已經可以跟著他去拍攝了 接著說不行 我叫阿里巴巴 我臉向國外平台 我要專門做英文 我打英文兩個字 他就幫我翻譯了 很強大 好了 接著好了 剛才的短視頻 我要做直播怎樣 我一點直播經驗都沒有 我完全不知道我直播 這個時候說什麼 這個時候說什麼 剛才跟Samuel聊天的時候 他也問我 哎 產品介紹時間有限的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說這麼長時間 這個幫到你了 他就會告訴你 第幾分鐘到第幾分鐘 你做一個開場自我介紹 給你對白 然後你怎樣 你的畫面呈現是做什麼 然後你怎樣引出問題 是怎樣 介紹你的產品 怎樣用什麼方法 所有的環節都給你了 所以你們回去可以試一下 用一下剛才那個APP 好 然後我有劇本了 我要去拍攝了 大家覺得拍攝最難在什麼地方 或者最麻煩在什麼地方 找模特兒 還有攝影師 還有場景 還有化妝 還有剪片 這些都是大家覺得麻煩的事情 剛才說到化妝 毛他相機 大家應該很多人都認識 女士們 說到化妝 你可以不用化妝 然後還有一件事 大家忽略了 我剛才給了這麼大的劇本 背稿難不難嗎 難吧 你現在說不用背稿 說這個方法 就是不用背稿 給大家看看這個 毛他相機裡面的介面 音樂 然後拍攝的速度 時間 然後 美顏 美顏 美顏裡面很強大 自然也好 化妝也好 什麼也好 什麼都可以 然後 提詞器 這就是今天我重點說的 很重要 這裡 好了 我又找Samuel做例子了 剛才的那堆東西 我給了幾個點 然後Samuel 做了一個劇本出來 他會說的 然後怎樣 用毛他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你看到我現在的眼睛 我就是看著一些字 那些字就一邊錄 你一邊照讀就可以了 完全不需要背稿 很方便 好了 剛才教了大家 怎樣快速拍片 接著這裡 就是教大家 怎樣 很快地剪片 大家覺得剪片 最難在哪個位置 一定要什麼 要誇張一點 印象難忘 我們在說 我們拍一條最基本的產品介紹片 譬如說Samuel的產品 我們拍一條最基本的產品 我要剛才的劇本這樣拍下來 我已經有廣告 有成了 但是 有一樣 在裡面必須要有的 是否要字幕 大家覺得打字幕 是否很煩的事 這個就可以AI幫你自動生成了 大家看看 字幕這個位置 你按進去 英文 會出什麼 會出什麼 自動幫你把所有的字幕 根據你所說的東西 全部都列出來 全部列出來 然後你看到裡面有些字 我想要編的 你可以編 然後再選擇 你想要的字幕風格 然後 Samuel就拍了一條片出來 這樣就快速 這條片 我大概剪了五至十分鐘 左右 就是怎樣的呢 剛才畫面呈現 然後他就拍了一條片出來 大家一起欣賞一下 他的處女作 他說他是第一次拍 但是 我真的不太相信 是拍得很好 Era find your song leading a brighter smile for a big event just days away but all you see are yellow teeth Well I got a secret for you This right here is the V34 purple serum My go-to solution for an instant confidence boost It uses color correction technology This purple serum neutralize your yellow teeth in just 30 seconds The result is absolutely stunning You can see the mass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teeth Unlike other whitening products it's non-invasive doesn't cause sensitivity and works instantly So ready to show off your brilliant smile Grab your V34 and electric smile shine today 就是這樣 那你們可能 最初我沒有給前面的東西 看的時候 覺得怎麼拍攝 但是我給前面的東西 看之後 其實是不是真的 不是一件這麼困難的事 很多東西 現在是可以用AI去完成 好了 我前面的介紹差不多了 我有介紹一下 我們本身有什麼服務 其實我們也是去教一個小紅書的課程 在小紅書課程中 我們會教大家一些基礎的東西 也會有整齊的 如何教大家用AI 即是會更深的 那些做不同的效果 用AI去創作更加帥氣的內容 剛才那個叫做一個很簡單的示範 令到所有人都可以快速完成到的 這個就是怎樣去做一些爆款的內容 以及教大家怎樣去直播帶貨 我們跟外面不同的就是 我們是可以幫大家開通到 這個內地的樓梁 因為香港是有限流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是的 我們可以開通到大家 在小紅書課程中掛產品 以及做直播帶貨 接著 這裡大家也可以承認它 在11月7日 我會有一個小紅書的講座 大家有興趣可以 聯絡我 我的電話和我的QR Code 去報名參加 而這個就是我們 10月29、30日 我們在香港生產力出眾局 會有一個座標 去講這個AI 因為我們除了我們剛剛提出的那些項目 我們也有幫別人 去做一個AI的直播 例如我也有找AI幫我做直播 因為我實在沒有那麼多數位 去做直播法 也有一些AI的短視頻 舉證服務 例如我們公司說幾十條片 然後幫你掃描幾千條 然後就發佈,令你們可以增加這個市場佔有率和品牌的曝光度 然後這個就是11月6日,我們就會有一個廣州藍沙的交流團 就會參觀我們廣州的AI直播基地 還有一些廣州那邊的一些入住的政策 是分享給大家的 大家可以拍下它,然後有需要可以聯絡我 謝謝 謝謝Rachel的分享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Q&A的環節 我… OK OK 在大家問問題之前,我也有些問題想問一下兩位 不如兩位也分享一下,可能給一些剛開始的商家 或者有想走這條路的商家,給他們一些提示或提示 我先說一下 我覺得,首先我們要選擇一個好的平台 例如阿里巴巴就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平台 我們首先要知道我們那件產品的客群 是面向甚麼客戶 我們選擇一個平台之後 我們也會看看我們會在哪裏做宣傳 我們會在Facebook、IG、小紅書、抖音、不同的內地平台 選擇好之後,其實內容都很重要的 我們就可以用回剛才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的產品介紹給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就會越好 我建議就是剛才那幾件事 你也知道電商也是一個一定的趨勢 問題是你甚麼時候做 第一件事 所以剛才就有四件事你決定 就是市場、產品 剛才說那幾件事 這樣我就選擇了一個平台 我沒有做其他Amazon、所有大陸的平台 全部都沒有做 我只是做阿里巴巴國際站和做獨立站 因為我覺得其他平台那些是很卷的 其實真的很難做 我找不到優勢,我不懂得做 所以如果你知道這件事的趨勢的時候 你就要盡快做 其實就是 收到 其他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問我們 是 你好,Samuel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已經製造了一個自動化的平台 去幫你做你的業務 我想問這個你自動化的系統 跟阿里巴巴 是它跟你一起聯手去製作 還是你自己去摸索回來 沒有關係的 那個是在做B2C的獨立站 阿里巴巴是在做B2B的批發生意 那我們可以在哪裡跟你取得經 去做這個自動化的系統 可以之後再單對單溝通 或者交到WeChat都可以 是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是 我想問問Rachel 我自己本身都在兩個平台製作直播 其實我最關注的是 我怎樣去留住客戶 因為我發現有很多 進來我的直播間看我的客戶 他們5秒鐘 或者10秒鐘 就已經離開了 所以我很關注這件事 好 你是在哪個平台製作直播 螢火蟲或者秒音 螢火蟲或者秒音 我講一下我的經驗 其實我在淘寶 其實都是由零粉絲開始演戲 我們怎樣會留住他們呢 其實是真的每一個進來的人 其實他都有機會是你將來的忠實粉絲 每一個你都一定要叫他的名字 記他的名字 那時候淘寶 他們有很多人是不改名的 他們可能是TB06997843 這些我都會背 我都會記住 我會記住 當然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 就記住 然後記住他問過甚麼問題 是一個怎樣的人 當他發現你每次進來的時候 你都記得他 記得他曾經說過的東西 或者他有興趣的東西 其實他很自然就會成為你的粉絲 謝謝Rachel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如果是這樣的 其實都是要做直播的 因為就算你是用其他途徑去做銷售 其實都是面臨同一個問題 但是做直播的時候 你就變成可以一對很多客戶 去講解這件事 而就算你周期長 其實他們都會去介紹自己身邊的朋友 那這個就是做直播的時候 我們除了我們要記住客人之外 其實真的需要他們不停地幫你 去分享出去給他的朋友 各方面不同途徑 去宣傳你的直播間 去引流 我們香港的手機 經常看到是影音號 但是大陸手機就叫視頻號 是否影音號不可以做直播 你真是問對方 這件事就是我們香港的平台 香港人和內地人 在做大陸的平台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我們很多東西是限制了的 你其實只需要在大陸那裡 重新打開你的微信 你就可以在上面做註冊了 當然你要做一個實名認證 你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身份去做 那這個可以事後 你私下聯絡我告訴你 有否其他問題呢 是 想請教兩位 Back to Basics 兩位是由哪一個州 開… 開創公司之後 你是由哪一個州 開始用阿里巴巴 我剛才就是年半之後加入了阿里巴巴 就是我開始了批發生意之後 就想… 其實那時候也沒有想過做外國 去接觸我們 接著我們知道它是一個很出名的平台 知道它是做批發的 但是究竟我的產品在上面有沒有流量 會不會拿回那幾萬元 我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因為當時可能一年都是兩三萬元 我是以一個視的心態去做 但是我第一年都做到六位數的生意 我剛才看到你 剛才看到你所說的 有一個S 因為ChatGPT 它就出了一些文字 是一些文字的 但剛才你看到那個表格 那是哪個S來的 就是剛才你拍下的那個App 它叫做豆包 剛才我給了你一個QR code 那個進去 其實你問了一個問題 你問它的腳本 它就出了整個表給你了 你好 這個問題想問Samuel和阿里巴巴 近來我了解這個電商的時候 跨境電商 也看到有些… 阿都姐也聽過了 他說會面臨一些法律訴訟 即是他們有些專業的外國的法律團隊 會去看看你賣的東西 有沒有侵犯版權 其實他就不是真的知道 或者不覺得你的產品是真的侵犯版權的 不過他的成本很低 他就去告你 如果你不去處理那件事 那你就自動被它 阻止了你的收款帳戶 或者你要賠錢 我想問一下 阿里巴巴和Samuel 有沒有機制去杜絕這些問題呢 我用這個 那一定有的 我們阿里巴巴是有一個後台的機制 如果我們真的假設你是一個商家 那你假設遇到任何的投訴 即是不論你是侵犯版權的投訴 還是其他投訴 其實我們後台會有一個系統 會叫我提供你的證據 即是可能你要申訴 洗白 你說其實我根本就沒問題的 那你就可以提供證據 提供證據給我們後台這邊 那當然你的後期 你也會幫你去交代方 幫你去做跟進 所有事情 那之後其實就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他們去做個審批 那如果封控 其實看完整件事 發現我其實你根本就不涉及侵犯這件事 或者不涉及你所犯的那些問題 其實你的帳戶就會 開通後就會沒事了 是的 我沒有試過這種情況 但是最近 剛剛前幾天就有一個朋友 就像你所說的 他的PayPal帳戶被封了 因為他是做獨立站的 但是他也是一個授權的交易者 就像你所說 他根本就不管你是否真的有沒有文件 是不是也先告你 但是PayPal就不會做中介人 去叫你提交資料 你就要自己跟法律團隊 去聯絡提交資料 現在找到律師去處理這些事情 是的 即是開獨立站也會有問題 也會的 會封你那個Payment機會 上載100個產品最少 就像你想想 例如你開一個實體店 你不擺貨進去 是不是沒有人進來 是嗎 Algorithm 你可以這樣想 就是你沒有100個 就很少人進來 我不會這樣推薦 是的 譬如我做美白牙齒 我不是有這麼多產品 我會搜尋一下行業 有什麼產品 我沒有的 即是我生產不到的 我都會去刊登上去 只要你知道它是爆品 或者是延門賣的產品 有單位我再想 如何在100%拿貨 即是你找科研很簡單 其實你是香港人 少少有點像 其實Samuel最快 就是找一些產品 去做一個引流 因為最重要 其實你做一個平台 曝光很重要 流量很重要 你搞了上面那一層 你英俊仔 你才有下面的 譬如雙盤 或者你再找到成交 所以其實我們 就是剛剛所說的青妙盤 就是要做到一個引流的角色 我沒有生產100件產品 放在一個倉上 但我會刊登多於你有的數量 即是可能我真的生產了 放現貨在這裡 可以賣到現貨20個 但我刊登了可能 超過100個的產品 在一個平台上 SKU 你也可以每次分開再放 是的 商品大臉 然後看看誰 誰在商品大臉 在商品大臉 或者我這樣解釋 其實要這樣說 你的產品一定是越多越好的 即是在你的店舖中有鋪出來的產品 是的 那是不是代表100個產品 一定要100個 可能全部都是不同款 或者全部都要是不同的 不是這個意思 可能西苗做美白牙齒 那美白牙齒可能一件 譬如說它有不同的包裝 或者可能不同的款 或者不同的數量 這裡其實也可能一件 可以拆除幾個不同的產品 這樣上載 即是一個叫做變體 是的 它就會將它製造的產品越多 同一時間你的產品越多 在說的是 你產品的標題裡面的記憶體也會越多 是的 這樣才能夠做到引流的效果 嗯 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的 執照 問我執照 你哪方面執照 執人形還是執照 執照產品的話 其實如果香港商家最容易使用的話 我覺得Canva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這裡補充一點 其實我們阿里巴巴 如果貨汁上 可能是退地 或者甚至是產品想改變背景 我們也有一個AI助手的一個附帶的一個產品 是的 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AI產品可以幫你做產品 給它 幫你退地 或者你可能打個字 我想在運動場 它就會將一個運動場的背景給你 這些都有的 是的 C-A-N-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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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V-A P-A-N-V-A A-N-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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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V-A B-A-N-V-A A-N-V-A 你建議我Facebook有做直播的 淘寶是最多長直播的 淘寶的對象就是 所有全國的淘寶客戶 當中包括國內也包括香港 那要注意的地方,在國內做直播和香港做直播最大的分別 就是他們很多法規,很多事情不能說的 那你一說了,他就會有很多事情會出現 第一,就會被警告你,甚至幫你下播自動 或者封你號有機會 立即會的,即是我說過個案 我有一次做直播,不小心一下子掃過了我的女兒 掃過了,那裡是一秒都沒有 然後已經被警告我 警告我,警告我剛剛掃到那一秒的那個圖給我 我女兒,我這樣不小心 就是這樣,鏡頭這麼巧碰到 對,兒童是不能夠出鏡 或者很多不能說 譬如我們在香港經常說,這個是香港 全港最大的什麼什麼,最什麼什麼,最什麼什麼都不能說 很多不同的事情 當然我們的課程會教大家法規 東南亞,我個人就比較少做直播了 好,那我們現在有限了,有沒有人有問題 好 我想…阿里巴巴這次開通,其實有沒有目標的國家群體 其實我們…因為我們阿里巴巴國際站 其實它是勉強全球的 對,但我們其實最主要或最大的市場 就…的確是美國這個市場 對,其次就會在一些歐洲,譬如英國 或者是澳洲,或者東南亞市場 或者馬來西亞那些地方 其實你也會達到的 但最大的市場是美國 都會看到 對,對 不是,因為我們本身這個平台是面向著全球的 而且平台中 你有16個語言的字能翻譯 所以如果你真的說 用平台,你上載資料 其實你寫英文 可能甚至日本、韓國 或者其他地方 其實可以選擇自己的原因 可以看到 對 那… 這個平台是淘寶給我的警告 在我的主播後台 它會彈出來說你違規 是 如果關於你在歐洲賣 你的威尼產品 然後阿里巴巴有一個功能 是看到你的competitors 那你可以馬上問他們的pricing 這個過程 其實你面對一些海外的competitors 是怎樣展示到你的優勢 你在說哪一部分 剛才在Google 看到歐洲當地的competitors 其他那些網址那些 還是說 剛才流量參謀 看到其他supplier 在供應同一個產品 那是第二個 第二個 第一和第二 就是你怎樣可以 compete with當地的seller 如果是Google那裡的話 如果Google那裡有很多東西 譬如你的價錢 第一件事 你的return policy 剛才說 你的trust pilot那裡做得好不好 又或者是你的產品 夠不夠多 就是除了你的美霸子 你也可以照顧到它 相對應美霸子 這個範疇的product 我會覺得 如果做獨立站 好說那個 就是你的網站 有沒有character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會是 就是有一個culture在裡面 這個跟大陸做生意 有一點點不同 大陸是所有的數據 誰的流量就告訴我 根本都沒有那個品牌的culture裡面 如果你有這件事的話 會幫助到你 在歐洲做獨立站 如果第二件事 對不起 如果第二件事 你說在阿里巴巴平台那裡的話 我就會覺得 服務 如果是 大家都是買同一個產品的話 如果是做廠 也會 那個分別會大一點 就是你有多服務到那些客人 他又要製造標籤 他又要做這件事 他又要MOQ低 又要跟你談幾個月 那你有多少能夠服務到他呢 因為就算是同一個格格 有時候可能貴一點 人們都會選擇一個服務好一點的供應商 但如果是我的例子的話 我是品牌產品 如果是別人都是品牌產品 就真的看價錢 我們還有一條問題 謝謝你 Sammy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現在做牙貼的 有很多歐洲的客人 你找到你的資料 有差價便可以用一個商機 但其實 我想問阿里巴巴的平台 會不會讓客人 直接看到你的資料 我經常都在想 如果當那些平台越來越發展 他們直接 其實阿里巴巴的平台有廠家 如果他們直接把他的產品 可能現在是1688 有些廠家都進入了阿里巴巴 他們兩個會合適 中間的商員 就讓他們吃光了 沒錯 這就是現實 就是現在的 你現在還找到那個空間 就是他們還未去 因為現在的廠家 可能很少費 他們都在做 那他們直接 阿里巴巴 現在 能不能讓他們 直接看到廠家 如果是廠家 可以看到的 對 對 他有一個翻譯家 他就算不懂中文 現在全部都在翻譯家 他又直接可以看到 例如中東那些可以看到 那怎樣可以 保持中間的差價呢 我經常都在想這個問題 謝謝 其實我會這樣說 我經常都跟商家說 和廠家永遠不是比價低 永遠不是比價低 因為你永遠一定不夠廠家 那你贏 其實首先你要清楚 你現在拿的貨 其實你自己 或者你作為一個商家 你的賣點是什麼 你要知道自己的特色先 就是如果 老實說 如果 我不說阿里巴巴 其實在其他地方 其實遇到同一個問題 就是我是一個賣家 我也直接可以找廠家 就是為什麼要找你呢 找你這個就是你的賣點 所以你不要在平台上 一定是跟商家說 大家比價低 我一定不能比價 一定是廠家贏 那你可能贏是贏了你的服務力 或者你會不會有其他 其他人的服務 可以給他 售後服務等等 這些類型的東西 我都想問問 Samuel 其實是否有其他方法 如果你的客人 讓他看到 拿資料 內價 但其實中間說不 他的信心 都會有多好的服務 只要讓他看到原價 便很難 那我想你分享一下 平時的貨物 你怎樣處理 是不是避開這些 如果他有貨物 你盡量避開 我身份跟你說 那個情況有點不同 你說的是一個OEM 這樣的產品 就沒有品牌的 假設你買開美白日貼 剛才那些 我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那些人自己弄出來 然後他找到美白日貼 在阿里巴巴上 可能是十分之一價錢 你的意思是說 那樣 如果是完全一樣的產品 就可能比較困難 但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會 建造另一個品牌出來 那些人去找你的品牌 不是去找美白日貼的產品 只要你證明到你的品牌 在平台上賣得好 那些人的東西就很簡單 反過來 他看到B2C賣得好 他就把圖片放在1688 或者是阿里巴巴搜尋 然後他就搜尋到你的品牌 然後就會跟你入貨 那今天也很感謝Rachel 很感謝Samuel的分享 是的 那如果大家後續還有什麼問題 可能想問Samuel 想問Rachel 可以留在背後 那我們可以繼續做個交談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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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lbar